哈囉大家好 我是鱸鱼 各位 今天呢又來到了我們 虎影的創世之路囉 那今天是我們虎影創世任務的第三個月 大家請放心啊 我還有斷我們的虎影的喔 大家不用緊張 唉不過說老實的啦 現在玩著虎影呢 有點像是不得已的感覺喔 畢竟這個創世已經都開始解了 中途放棄感覺有點可惜 不給他解 又不知道給誰比較好 這就有點像是什麼呢 有點像是兩個人之間 有著這個婚姻的關係 那彼此呢在旅行的這個異物啊 那可能兩人之間已經沒有了愛情啦 你怎麼說呢虎影 你怎麼說呢 欸 那我現在大家應該知道我一直都在玩卡里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有點像是在外面 被著他偷吃找小山的感覺啊 嗯 唉肯定沒有肯定沒有 我怎麼可能那麼渣呢是不是 不可能不可能 好啦不管了啦 我們先來打老黑再說了好不好 虎影創世之路第三個月 Let's go 好啦各位 那我們已經打完了黑魔法師拿到了斷變 那接下來就是要執行我們另外一個任務 暴君梅格奈斯的痕跡 也就是我們的困暴啦 那在前面的創世任務中呢 好像有不少玩家會卡在暴君這邊喔 那我只能跟各位說不用緊張 打暴君呢 我們就用非常標準的一套打法 來給各位看一下 但是首先呢 我們必須要先把裝備給脫掉 因為他呢 執行條件只能穿 故意的創世武器跟輔助武器而已 好那我們就準備來脫裝備囉 OK準備完成 好啦各位那我們就準備來開打暴君啦 那這個傳授戰地的部分呢 肯定是少不了的啦 有這兩個地方呢 肯定會讓你輕鬆不少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工匯技能 也給他開下去 那大家可能會怕 如果在裡面死掉的話 會掉工匯技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準備我們的 凍結加持器 就可以保住我們的工匯技能了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各位 困難暴君 Let's go 執行任務 GoGoGo 那我們現在在旁邊準備一下 呼應要開的爆發比較多一點 把他拉過來一點 好這時候我們綁起來 然後就開始爆發 哎呀Let's go 有點久沒完呼應了 好被打出去也不要怕 繼續輸出 大招開起來 OK我們看好暴君的位置 花鐘先只開一個 哎馬上被開掉了 OK 書卷來一個 先拉好位置啊 不用著急 先躲過這個噴霧 哎哭啊 尷尬了 那沒事各位 接下來就要展示我們的 外鄉人打法了 掛死流 各位就是暴君不需要擔心的地方喔 我們暴君呢總共有15條命 所以配合著我們的這個自由精神 有蠻多的時間可以給你慢慢輸出的 但我的功能會技能沒了 我沒有東西的加持器 尷尬 好現在有這個無敵的狀態 我們看可以把他拉過來一點 因為在那邊打其實沒那麼好打 看可以把他拉過來一點 不過也不能在外面待太久喔 他這個外面的TIG傷害也是蠻痛的 這個推 那還是被逼到角落的話就沒辦法了 我們要小心這個 我們要小心這個毒物 被綁到基本上就沒救了 好 那盜賊的話 有隱身就非常好用 可以躲這個 欸 啊快快跑 喔剛好把我推走了 啊掉落物 不用管 把波流給解掉 吸5個血 哎呀要被綁了 哎呦 哎哎 啊剛沒有按到輸捲 好不過沒關係喔 我們的 爆發也快好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起來打一波爆發 大家不用著急 我們還有13條命 最困難的就是 爆捲血量拉到比較低的時候 這個場上的掉落物就會非常多了 現在還算是比較沒這麼多的掉落物 好 好 我們爆發開 瞧一下位子哈 小心不要被砸到了 回來繼續輸出 這一個是 往旁邊噴射的 沒關係 可以繼續輸出 好最後我們把它炸開 應該就要帶走了吧 差的有點多 不過還可以輸出 還在輸出 我們呼引還在輸出 OK剛剛打那一波 有打好 還有4% 我們還有12條命 那可以慢慢磨的 所以各位 打暴君就一個重點拉 相信大家有在解創4 應該等級跟核心都已經 不會太低等了 所以呢 大家就是 把握好你的爆發 然後就是 剩下時間就是掛死 拼輸出 這個 復活時間能拖多久 就拖多久 這個免錢的齁 能盡量拖就盡量拖 拖越久對你越有力 可以讓你 安全的跑那個CD 那再來就是 最後的消磨了 完蛋 輸卷 哇這裡很危險喔 輸卷開久一點 好可以了 這個毒物 先上去一下 暴君不太推薦 跟他卡邊邊喔 蠻容易過關 OK 邊邊都蠻容易有這個 綠毒物的 大家要小心拉 被抓到真的就沒救了 好啦各位 那這樣我們的第三個月也是 順利完成囉 再來就進入到我們 梅格奈斯的故事劇情了 不過說實在 這個暴君打起來還是有難度的喔 畢竟裝備都沒有的情況下 萌獸也不套用嘛 所以就只能靠這些比較基本的傷害 基本上就是靠 戰地傳授跟核心在撐的啦 這個傷害的部分 所以要多磨幾波喔 不過真的大家不用擔心啦 你只要爆發有打好 剩下就是掛死 時間把它拖滿 這個 8秒的自由精神真的很好用 起來的時候可以讓你非常舒服的去 佈置你要爆發前的一些技能 讓你把爆發技能打滿 也可以讓你去喬一些位置 因為這個暴君場上掉路太多了 你可能一起來那個場地環境不太好 很容易又死掉 所以這個自由精神 真的是打困難暴君的MVP喔 那當然啦 如果你本身是盜賊職業的話 那些掉落物你就可以不用害怕了 開著隱身就可以了 只要小心 不要被他推到這個圈圈外面 在這個圈圈外面是會持續的扣血 還會減傷 然後你喝水也喝不起來 然後這個大家就要注意了 好啦 那下個月就是我們的困難食物囉 難度就變高了 OK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虎穎的第三個月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脫掉的裝備 給他穿回來囉 嗯 我們就可以 欸 要再見了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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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